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二 你現在在聽的頻道是星期二日報 我們的節目 繼續是王牌時事節目 升旗易得道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葬妮霍 這一節 來到星期二的晚上 就是一節突發的消息 這一節 要說的 又是跟NPF案件有關係 不過這次拘捕的是一個前區議員 剛剛大概在幾個小時之前 就是前尤詹黃 的區議員 這個是前街工的執委 叫做朱剛偉 又因為 強積金案件被捕 不過這次 不是提取強積金 而是說的 是教人家轉換 教人家重新整合 就是投資 現在這一種案件 你說完全是 出於 純粹是調查 純粹是商業 跟政治無關 這個說法 就是一點也不可信 整個 NPF的政策 還有現在能不能夠提取的問題 全部 電報 都跟這個政治有關係 這一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志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是星期二日報 現在我們正在廣播 當然大家仍然可以訂閱我們的舊頻道 即是星期二得道 因為我們會將節目的連結 上載至 星期二得道上面 也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本台 方法非常之簡單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 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一定要幫忙支持 好了 表面上香港 90%多的人 回復平常 但是實際上不代表 香港政府要對你這一班 在眼中 覺得曾經搞事的人 要放生你們 所以最新又爆發一宗案件跟強積金 NPF 有關係 不過這次不是提取 NPF 而是說 前區議員曾經 未經註冊 推銷強積金計劃 結果警方就去抓人 整件事都相當之恐怖 到底你去到甚麼地步才為止推銷強積金計劃呢 其實真的不夠清楚 警方就說之前 接駁投訴 然後調查這個案件 然後揭發前油尖旺區 區議員朱剛偉 不在 強積金的中介人的紀錄冊裏面 於是 向他作出調查 發現他在今年2023年的8月和9月 開了街站 向市民 推銷強積金服務 更加揭發他 說他自己報稱是理財顧問 用理財顧問的身份 在網上頻道 做直播節目 然後推銷強積金 好了 警察就說早前收到投訴 是不是真的收到投訴 沒有人知道 只是說有人舉報 說有人在社交平台上 舉辦活動 然後在沒有牌的情況之下 推銷強積金計劃 坦白說 評論強積金 每個人都會評論 但是如果真的推銷強積金計劃 你一定要符合相關法例 正如 這個 是叫做股票 其實你要向人推介股票 其實嚴格來說你要有牌 所以你其實不停推廣 股票 介紹哪一隻好 叫人買 不叫人買 其實你是嚴格來說要有牌照 不過 香港 就是長期 其實執法 也很寬鬆 所以坊間一直都有很多人教人投資 買股票 購卵等等 其權 其實應該理論上需要牌照 現在控告這個前 區議員朱剛偉 說他違反 這個是 香港法例 第485章 強積金 計劃條例 其實 就算你真的 不認識這個法例也好 其實你應該想像到的 因為香港 如果不需要有牌照 當然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一樣 如果 在金融中心你不需要牌照就可以推廣任何的投資產品 包括 基金 大家都知道 基金其實也是投資產品來的 那就等於任何人都可以推介 而且那個 的投資產品 是不是真的叫做安全 當然有牌照 不等於一定是安全 但是你知道 有制度要監管這件事 跟股票一樣 撇除了香港的政治檢控去說 制度的原因就是要制止 無牌經營 即是 例如你推介投資 你教人家買股票 接著有些人聽你講 接著就推介一些 不是股票類型的東西 正好就像這個 JPEG的案件 推銷加密貨幣 有人相信你 炒加密貨幣 也不夠 還要不是推介 世界熱門的 Bitcoin 等等的加密貨幣 跟你說我們自家還有另一隻正在開發中 這就變成 是私人投資 然後 就變成了騙局 所以 制度的原意 要你去拿牌照 推銷特定的產品 特定的產品要登記 要需要申請 批准 是這樣的原因 絕大多數人都會去評論強積金 但是評論歸評論 如果你真的去推銷 強積金計劃 就算你不是熟讀強積金條例 大概你也知道 因為 其實強積金 實際上的原意是等於退休金 退休金的投資 一定要非常保守 就是因為擔心那些人的投資 太高風險 然後全部都沒有了 我現在說的是正常的世界裏面 香港現在 對著強積金 上述所說的 原因和理由 不是最重要 現在香港最重要關於強積金 就是不想強積金 離開香港的金融體系 未來我們可以預計 香港政府將會有大量 關於 強積金的所謂執法 所以請大家要小心 曾經你想提取強積金 曾經 有人向你推介 說可以幫到你 只是這件事 本身 你找回法例 隨時都中招 有人跟你說 知道怎樣幫你提出來 有機會違反強積金計劃 條例 如果你 曾經 申請過 甚至乎拿回 你閣下就要小心了 而你又身在外國 無論你 在加拿大也好 英國也好 在澳洲也好 台灣 日本也好 假如你 沒有事要做 走回香港的話 你仍然有機會被調查 有機會被捕 方法很簡單 現在香港政府的調查 其實他 就是針對誰在做生意 誰 誰 就有大量的客戶 資訊 這次 拘捕了 朱剛偉 到底朱剛偉 曾經 推銷過多少次這些強積金 根據現在所說 他曾經用理財顧問的身份 在YouTube 的維勞頻道 發佈 關於推銷強積金計劃 的內容 實際上 如果有份參與過相關的計劃 理論上一樣 可以被控告 大家都看到 就是你去提取NPF 一樣可以控告你串謀詐騙 現在基本上 沒有甚麼控告的底線 都可以有機會犯法 這位相關的前區議員 被揭發 保險業 有代理的牌照 他在弘理那裏做的 但是就是沒有這個強積金 中介 的牌照 現在就是叫做大條道理 是可以 就叫做拉人封艇 當然 相信香港政府做這件事 當然出於有政治的動機 不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 2019年之後 有大量的人離開 也有大量的人留下 包括曾經 積極 在2019年參與政治的人 他們覺得 留在香港 繼續賺錢就沒有問題 問題就在這裏 你不說政治 你繼續賺錢 你不說政治 繼續賺錢 你賺錢的途中 香港政府有沒有抓到你的錯處 說你犯法 是另一件事 香港的法例那麼多 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 就算是專業人士 是律師 也不敢100%肯定自己是否可以各種東西跟足 更何況你不是專業人士 香港 你要留下 你要賺錢 你有沒有信心自己 100% 做的事全部合法呢 除了你留在打工之外 就算你真的留在打工 你有沒有曾經舉過牌 你有沒有在Facebook寫過 全部 全部 都可以成為被捕的理由 甚至乎 可能去過黃店幫襯 始終 是一個沒有法治的地方 現在等同沒有法治 當個法例和檢控 可以自由伸縮的時候 這就叫做沒有法治 在一個沒有法治的地方 其實你犯不犯法 不是你 有沒有讀過法律 是否律師就會知道 因為可以選擇性檢控 其實現在你看到的 香港 就算你是藍絲 你也一樣受害的 你以為 曾經支持過政府 又或者我自己沒有上街 沒有上街不代表你現在 不是被困在這個 自由 法律收縮 喜歡 變長也可以 變短也可以 的規則 即是說 整個社會共同受害 你說 我不是說政治的 只留在這裡賺錢 賺錢也不代表他 不可以找你麻煩的 他一樣可以找你麻煩 現在 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報酬